据我所知 在五六七的三天 中共的内部 基本判定 美国中期选举 House 众议院 共和党会大赢 参议院 认为民主党有可能赢 也就是并不像共和党 做了梦一样 都是共和党大控 不可能 他们经过这个判断以后 就认为8号以后 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和美国的经济危机 都将走向极端灾难化 也就是世界的金融危机 已经形成 美国两党选完以后 不会在美联储 在加息问题有什么争执 一定加息 一定要积水 一定要控制通货膨胀 一定要在美国内部 大家要达成个共识 金融危机必须到来 否则美国就是国家危机 接受这次的大衰退 是没有选择的 这个时候 美国的两党斗争 和各个州的州长的选举 这个定位大乱世 还有一个 美国共和党赢了以后 一定不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 而且这共和党 对欧洲的关系也不会好 在这种大局情况下 习认为是时候了 对台湾进行骚扰 试探美国 西方的动静和媒体 造成一个什么 超限疲劳战 让你天天害怕 然后让台湾的内部 发出各种原来写好的版本 台湾人民需要和平 台湾人民需要共产党来拯救 而且只有台湾人民 跟共产党合作 才能有未来 然后像什么 红袖猪这样的人是吧 连战呢 马英九啊 什么什么熊啊 是吧 都要出来 吴伯雄 说什么 看看当年伊拉克 看看当年的卡扎菲利比亚 看看当年的拿斯拉夫 看看现在的中东 台湾不想变成他们一样的 我们要使食物者为进阶 不打仗 不战争 真正的爱台湾 所以说呢 他们现在这种内部的投降派 把投降合理化 把投降和平化 把卖台和平化 把卖台法制化 跟共产党进行一系列的勾兑 然后 这个中间一旦发生事件 马上进行超级的快速闪电站 进攻台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